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,耐人寻味。 有一个人,他感觉生活沉闷,内心疲惫不堪,于是便去找智者寻求解脱之法。 智者便让他背着篓子,顺着一条沙利路,一边走一边捡想要的石头,装进楼里。 等走到路的尽头,智者询问他的感受。 他看着肩上沉甸甸的篓子,似乎明白了生活越来越沉重的原因。 但当智者问他能不能放下对生活的担忧时,他回答, 我每天睁开眼的时候,就总是为家庭、工作、爱情有益而忧虑。 不得不说,这是一个充满无奈与纠结的回答。 只是,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太累,而是我们想太多,学不会放手。 肩上的篓子太重,扔掉一路积攒的石头,就能减轻肩膀的负重。 生活的烦恼太多,就放下一路走来不必要的担忧,就能清空心中的烦闷。 很多时候,学会做减法比做家法更难,更重要。 那些你拿得起的东西,终归要学着放下。 就像有句话说的,给生活做减法,主动地断舍离,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宠爱。 一、无能为力的事情,当断。 1964年,大型电脑的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。 在此之前,松夏已花费五年时间投入十亿元资金,做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发。 然而,当研发就要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,松夏却突然宣布停止继续研发。 原来,松夏幸之助看到大型电脑激烈的竞争现状,分析公司发展策略一朝不慎, 就极有可能使整个公司陷入危机之中。 而等到那个时候,再行撤退,就为时已晚,任何人都将很难扭转困局。 事实也证明,松夏幸之助的这个撤退决定是正确的, 之后的市场正是按照松夏的预测发展。 而像西门子、RCA等世界性的公司,也先后放弃了生产大型电脑。 这世间,逆流而上很难,但更难的是激流永退。 人心在很多时候,越是在要得道时,越舍不得放手。 即便心里很清楚未来的不可控因素,可能会颠覆之前的一切努力, 即使明白很多事情,你无力挽救,也想拼力一事。 还记得人们在印度热带丛林里捕捉猴子的故事吗? 猴子一旦抓住小木盒里面的坚果,就抽不出手, 唯有放手,才能自救。 而人类深知猴子不愿放手的习性,所以常用这种方法捉猴子。 其实,人亦如此,当你已经用尽全力,也无能为力时, 不如放下你的一腔孤勇。 生活中,功亏一篑的成就也好,爱而不得的感情也罢, 既然无论你怎么努力,都无法改变结局,那就停止吧。 就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总经理卡贝的卡贝理论里讲的, 放弃是创新的钥匙。 在未学会放弃之前,你将很难懂得什么是争取。 确实,放弃当下的无奈,才能起步另一个新篇章。 当你尽力而为,依然无法成功, 学会当机立断,方为明智之举。 无能为力的事情,往前看,当断则断,才能轻装上路。 二,太过费力的关系,当舍。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写道,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, 只有同贫的人,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。 确实,和你同贫的人,无需刻意维系,也能相处舒适。 这个世界,生活本就不易,何苦在人际关系上勉强自己呢? 自媒体作者大表姐的酒窝,曾讲过这样一件职场的事。 公司新来的文员小和,为了顺利展开职场生活,便选择做一个好相处的人。 林作的姐姐说一声想吃某小吃,小和第二天便起个大早去买, 期望这样能拉近彼此间的关系,工作上能得到前辈的指点。 但林作姐姐却把小和的主动当成了理所当然,一如既往的冷漠。 类似的是,经常发生在小和身上,好像公司里的老员工都习惯了小和的嗜好。 谁想喝咖啡,想吃楼下的煎饼,都会让小和代劳去买。 甚至连办公室的职日,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小和包揽了,再也没有了轮职。 小和本以为,通过这些示好的帮助,能迎来一个好的职场开端, 不曾想,却因此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进行。 直到部门经理找他谈话,提醒他在这样下去转正无望的时候, 小和才意识到,这段职场关系不仅让人疲惫不堪, 还严重偏离了自己入职时的初衷。 此后,小和便决定放弃这种糟糕的关系, 一心专注于工作,反而赢得了同事的认可,也如愿转正。 人与人之间,此场很重要,互相尊重, 不刻意迎合讨好,才是好的人际关系。 作家刘怡曾说过,如果一个人需要你搭上很多精力才能留下, 就已经注定不是能陪你走到最后的缘分了。 是啊,无论何种人际关系,只要太过费力, 就是一场错付,终究消耗的是自己。 要记得,不合适的感情,就别强求, 让人疲惫的关系,就放手, 让人不舒服的人,就远离。 总之,凡是让你费力维系的关系,当舍。 三,消耗自己的情绪,当离,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。 一位阿拉伯学者将刚刚出生的两只羊, 分别放在了不同的环境中养育。 其中一只散养在草原上, 另一只则被拴在了一个木桩旁, 并且还在它的旁边拴了一只狼陪伴它。 一段时间后,自由散养的羊长得飙肥体壮, 而被拴着的羊却在不久后死亡了。 其实,真正杀死另一只羊的不是狼, 而是它终日面对被吃的恐慌,焦虑而死。 就像网上有句话讲的, 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, 远比细菌快得多。 实验中的狼,宛如生活中消耗你的情绪, 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, 会让一个人日渐为你。 所以,当你意识到那些不安、焦虑、 恐惧的情绪已经开始置顾你时, 一定要学会自救。 试着和消耗自己的情绪和解, 而不是被消极的情绪裹挟自己前进的脚步。 于华曾在采访中说到, 自己写作四十年, 内耗了四十年, 但写作于它, 依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 因为每当在写作中找不到出口时, 他会犹豫不决, 会想这么写, 又想那么写, 但每次他都能在一次次的内耗中找到出口, 不断完成对自己的超越。 所以你看, 消耗你的情绪其实并不可怕, 可怕的是, 我们走不出内耗。 远离消耗自己的情绪, 就会像于华在消极情绪中与自己和解, 甚至在内耗中突破自我。 生活中的情绪, 仿佛一个人生命里的云彩, 云彩的颜色决定了生活的色彩。 而一个人最清醒的认知, 是脱离负面情绪, 让生活五彩斑斓。 毕竟一切消耗自己的情绪, 不过是表达内心的不满和痛苦的方式。 如果可以, 当你悲伤时, 听听欢快的音乐, 和朋友聊聊不快。 当你愤怒时, 运动起来, 来宣泄一下情绪。 当你焦虑时, 就读书, 看看优秀的人如何成就自我。 无论怎样, 面对不好的情绪, 当离则离, 才能用积极饱满的状态迎接风雨。 有人说, 人生有两笔, 上半场做加法, 下半场做减法。 是啊, 前半生, 我们努力给自己一个好的安身之处。 那么后半生, 就学会给心灵松绑, 给生活减重。 学会断舍离, 无能为力的是, 当断, 太过费力的关系, 当舍, 消耗自己的情绪, 当离。 少欲则心静, 心静则是减, 减去负累, 才能惬意享受当下。 愿你与梦同行, 海阔天空, 学会减法人生, 轻装上阵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